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吧 从去年12月辉瑞疫苗先后在多个国家获批使用至今 已经有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球以及美国疫苗的接种进度 看看疫苗对控制疫情有多大的功效 大概在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据彭博新闻社2月3日晚更新的数据显示 全球已经有67个国家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接种疫苗总剂量超过1.08亿剂 过去7天全球平均每天接种425万剂 如果按这个速度需要7年多的时间 才能够令全球75%的人口实现免疫 不过随着更多疫苗被批准使用 疫苗的供应量会持续增加 未来的疫苗接种速度也会大幅提升 以色列是目前全球疫苗接种比例最高的国家 每100人中已有57人接种了新冠疫苗 施打疫苗的总量为520万剂 其次是赛什尔 每百人的接种率为37.8 接种了3.6万剂疫苗 阿联酋每百人的接种率为34.34 疫苗施打总量为370万剂 英国每百人中有15.75人接种了疫苗 施打疫苗总计1100万剂 美国每百人的接种率为10.65 已经施打了3500万剂疫苗 我们再来看看全球疫情 在疫苗接种工作展开之后的变化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 全球疫情区域住行图 其中橘黄色代表美洲 草绿色为欧洲 从这张住行图中我们可以看出 美洲和欧洲从去年11月份开始 疫情不断加剧 确诊人数是其他地区的数倍 甚至数十倍 尤其美洲在12月20日和1月上旬 出现了两次高峰期 不过随着疫苗工作的展开 美洲和欧洲的确诊病例都大幅下降 目前的确诊人数不到1月上旬的二分之一 根据美国CDC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止到2月3日晚 全美已经分发了5594万剂新冠疫苗 其中有3388剂已经施打 全美有2715万人 至少接种了1剂新冠疫苗 643万人已经完成2剂疫苗接种 全美接种疫苗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新冠确诊的人数 我们再来看看疫苗施打之后 美国疫情数据的变化 这是CDC发布的 从去年1月22日以来 全美的新冠确诊7天平均值助行图 节日季过后 美国疫情的最高峰值出现在1月8日 当时的7天确诊平均值是31万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疫苗的接种曲线图 12月20日 美国展开了疫苗接种工作 到1月8日已经有668万人 至少接种了1剂疫苗 从那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接种疫苗的人数增加了5倍 与此同时 美国的新冠确诊人数也大幅下降 2月2日的7天平均确诊病例为11万人 仅为1月8日最高峰时的三分之一 此前因为节日季美国出行的人数众多 专家们预测2、3月份的疫情会更为严重 但目前来看 疫苗确实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 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各州的疫苗接种情况 CDC这张地图呈现了美国各州的疫苗接种进度 蓝色越深表示该州的接种比例越高 目前完成两剂接种比例最高的是西维吉尼亚州 有4%的人口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至少接种了一剂的人数比例为10.8% 其次是阿拉斯加完成两剂接种的人口占比为3.7% 至少接种了一剂的占比13.4% 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完成两剂疫苗的人数占比也都达到了3.5%以上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人口大州的疫苗接种进度和疫情现状 纽约州一共分发了324万剂疫苗 相当于人口比例的16.6% 已经施打的疫苗数量为200万剂 也就是说还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疫苗没有施打 纽约州有156万占比8%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有36万占比约1.9%的人接种了两剂疫苗 我们再来看看纽约的疫情现状 目前的7天平均确诊人数为1万1 1月12号最高峰时7天平均确诊为1万6千例 确诊人数下降了32% 再来看看人口最多的疫情重灾区加州的疫苗进度和疫情现状 加州一共分发了634万剂疫苗 相当于人口比例的16% 已经施打了367万剂 只占分发总量的57% 加州有304万占比7.7%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有61万占比1.5%的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加州目前的7天平均确诊病例为1万6千例 1月14号最高峰时为4万4千例 确诊人数下降了62% 德州一共分发了421万剂疫苗 相当于人口比例的14.5% 已经施打了265万剂 占分发总量的62% 全州有208万占比7.1%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56万占比1.9%的人已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德州目前的7天平均确诊为2万例 1月16日最高峰时为2万3千例 确诊人数下降了12% 佛罗里达州共分发了365万剂疫苗相当于人口比例的17% 已经施打了213万剂 占分发总量的58% 全州有175万占比8.1%的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 37万占比1.7%的人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佛州目前的7天平均确诊病例为9千9百例 1月8日最高峰时为1万7千例 确诊人数下降了44% CDC也公布了施打疫苗种类的具体数量 在全美3000多万剂已经施打的疫苗中 有1820万剂是辉瑞疫苗 1556万剂是Moderna疫苗 还有10万剂没有登记疫苗种类信息 我在纽约市的疫苗接种站点查询信息平台中看到 纽约市的新冠疫苗是以Moderna为主 那鉴于目前疫苗供不应求的现状 民众在疫苗种类上还无法自主选择 根据彭博新闻社的统计显示 目前美国每天接种疫苗的数量 大约是在130多万剂 如果以这样的速度要领75%的人口实现免疫 需要11个月的时间 目前影响疫苗接种进度的主要原因 还是疫苗的供不应求 很多接种站点都出现了疫苗短缺的情况 那我是从三周之前呢 就试着帮我的父母预约新冠疫苗接种 但是打电话给多个接种点都始终无人应答 留了言也从未接到过回复 那我也尝试着在纽约州府的网站上预约 但即便是由纽约州府主导的大型接种点 也仅有两处可以预约 包括纽约市贾维茨中心在内的11个接种站点 都暂时无法预约 好消息是辉瑞公司计划向美国提前交付 两亿剂疫苗 比原计划的7月提前了两个月到5月前交付 该公司还表示今年底将会向全球交付 20亿剂新冠疫苗 如果疫苗供应充足 相信疫苗的接种进度会大幅提升 到今年夏天 我们的生活就能够恢复常态 感谢您的观看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关注更多内容